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报导 历史绝对会记住 他说2020年一场改变全球的大灾难 结开罪魔 2020年1月初 香港反修例抗争的余温仍然刺热 不放一只神秘的病毒 就正悄悄地来到香港 1月初 经历祸沙士的香港人 风民中国疫情严重 但是官方就拒不封关 全国社会只能自救 港人就自行在海外购买口罩 当然一定要看医护罢工要求封关 现在就在医管局的知情酒店 进行自我隔离 其实回想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发起这个罢工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想政府进行封关 和医管局方面提供适当的防护装备 给我们 但是在现在 2019年后的政策局势底下 其实政府都不会怎么听 由必要去挺身而出去 保护香港人的健康 罢工清算 好像暂时只是扣粮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不同的界别 包括记者和律师 钉牌等等的情况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在疫情结束之后 可能会有更大的清算或者清洗 是会可能在医护界 直到3月 肺炎已经扩散全球 回流港人将病毒带回香港 直到4月才平息 其实可能是有多次的一个所谓的输入 会不会是一些免疫的机组人员 或者是航务的工作者 7月 获得港府豁免检疫的海外船员 又引发新一波香港疫情 最高单日新增149宗个案 其中59宗都是跟跳舞、唱歌群组相关的 包括50宗是跳舞群组 54宗是跳舞、唱歌群组的个案 政府再推移人限聚令 餐厅没有夜市 多种处所关闭 看怕今年都受不了科了 几乎每一波疫情的爆发 都见到港府政策失误的终跡 新冠肺炎影响全球 对香港人的生活都带来影响 不过政府亦都多次以疫情为藉口 打压香港人的公民权利 给你现在叙扎的行为 有机会触犯罪令 我只是和你叙扎 当然最夸张是林郑声称 怕大家糾染 将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 还强行建立立会 但另一方面 支持港府的聚集 又如常举行 人人有证 至于在日常生活上 平均每年就会花2.6万元 去旅行的香港人 今年都只能乖乖地留在家 想去日本浸温泉 下年先啦 连工作 教育 都要遥距进行 疫情对全球人类的生活 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 看两只股价 你就可以知道 在香港的网购代表 HKTVMall 单单是今年的股价 最高已经升了4倍 而从事遥距技术的Zoom 股价更加是升了8倍 等我现在都做一个遥距访问先 你好 我是Chang Jimmy Si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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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当初会开始 做这个网上教学 很多运动的设施 包括Center 都要关闭 政府和励令都要关闭 所以当时就没有了一个 场地去实地的一个教学 于是大家都开始变通 将教学搬上网上 可能它的镜头最低不准它 我们可能看到的 都是身体肢体的一部分 未必是看到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尽量 在学习的设计的时候 尽量都是简单 我们空手道 除了手的动作 我们左右手要分得很清楚 这个小朋友看到你举这边 他就会跟着举这边 他不懂得像大人那样 懂得调转 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 疫情很负面 只要等他完 假设他一直都不完的话 你都要继续去做自己的事 所以我觉得 是某种意义上 关于我运动的影响 去应典 吧 我运动的影响 我运动的影响 感谢观看